鳳華禁思堂宣導農曆七月吉祥月舉辦活動 從大門口開始就很熱鬧 我覺得孝親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借 利用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去做利益人群的事 不只是慈濟志工 還有校園的大愛媽媽 都穿起了水果裝宣導如素 也要在家中落實 朋友也不太吃蔬菜 像我煮飯的時候 都會 像湯 炒飯 粥 都會加很多蔬菜在裡面 舞台上中古齊名 鼓勵親子們一起來 收穫最多的是大人們 心靈可以開始沉澱下來 然後想一些以往想不到的事情 然後之後對自己的身心 跟身體方面都很大的發展 演繹音樂首語句 台下的觀眾感動 台上的志工感受深 帶寶寶新手媽媽不知所措 然後懷孕不舒服 那些細節中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就是媽媽爸爸 那時候是那時候他們的辛苦 以後回去對爸媽的行為舉止 就一直當然都會覺得是孝順 但是是不是把這上面的行為 可以再做加強一點 7月祈福會 萬華社區都動了起來 一同加入也更認同 吉祥月的真實意義 帶來新聞知識美志工楊振勳 台語報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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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